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可能讲不出来了 更不要说它的意思 有些人把题目讲出来 诸心无常 但是你只要解释一下 什么是诸心无常 你就不会讲不清楚了 所以说我们不光是要记住这四句话 还要把它的真实含义 真实的道理全部都能讲出来 跟别人讲 不需要看的书 跟每个人都能讲得清楚 至少你自己完全明白 还能跟别人讲 那你就会奴隶作业了 这个时候你奴隶作业才真正的开始 你自己都不懂了 你怎么这个道理你都没听明白 你怎么奴隶作业 所以你刚刚开始听明白的时候 你还不会奴隶作业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这个非礼作业太久了 所以说你要天天的去当法师 跟别人讲 讲上五年到十年 因为你讲的过程当中就在窜息 就在窜息这个奴隶作业 讲的讲的熟悉了 慢慢的奴隶作业就开始了 那个时候你就是坐那里 胡思乱想 想的都是自法医 都是在示威法医 那个时候你的修行就有点味道了 不是坐那里胡思乱想 想些那些烦恼的事 不是非礼作业 我们坐那里就是胡思乱想 都是奴隶作业 你们坐到了吗 你胡思乱想的时候 所以说你放松那的时候 胡思乱想你都想啥 你不要以为看了出家人 好像平常什么怎么样 人家坐那里胡思乱想 都想的都是佛法 想的都是这些 佛说的这些道理 想的多体观 想一想 一会儿想想无常观 一会儿想观观山口 一会儿观想无我 胡思乱想 我也想的都是佛法 我不想那些没用的 不非礼作异了 如果你修到这个时候 你就有点修行的 找到一点感觉了 找到一点伐喜的味道了 否则的话你都没开始 对吧 你笑什么 你刚刚开始 你这听了一遍 你就懂了 懂了也不得 你不窜息没用的 不窜息 你这个非礼作异 太习惯了嘛 是不是 你习惯了非礼作异 所以说你只要 一不听法 就是全部是非礼作异 全部是颠倒梦想 执着 我们这个过去生中 都不知道 参与了多少万遍了 这辈子也是一样 我这十多年来 没事就跟你们讲这个 就光这个进行法要 我这十年 我都带着大家学 我都不知道 学了几十遍了都 至少有几十遍 五十遍以上的 我是少说的 我就记不清了 那你学了几遍 你学一遍 就串习一遍 每次都串习 跟着走 跟着它奴隶作异 那你慢慢的 你就 坐那里 你自动的都会 奴隶作异 修行是这样来的 没有什么捷径 不要跟我说 你师父教个捷径 给我灌一下顶 传个法 坐那里 接个手印 念两个咒 就成就了 怎么可能 按这样的话 释迦摩尼佛 修了三大安生七节 那人家过去的佛 都是 为什么教这么笨的方法 我教个快的 一辈子就成佛了 哪个佛不是三大安生七节 一样的 那个无量节以前 释迦摩尼佛跟阿弥陀佛 都是同参道友 释迦摩尼佛也是三大安生七节 修过来的 阿弥陀佛不是一样的吗 你就看无量寿经上讲 那个法藏比丘 到成佛 经历了多久 多长时间 就光思维 极乐世界 怎么思维 就花了五大节 怎么样成就极乐世界 从初发心 到正道出地菩萨 要一大安生七节 初发心还是发菩提心 你要是没发菩提心 都等于还没开始 三大安生七节 都还没开始呢 你发了菩提心 那么你的三大安生七节 这是刚刚开始 就是你的修行开始了 就是佛道开始 从初发心 到正出地菩萨 到出地菩萨 到实地菩萨 还有一个阿生七节 实地菩萨到成佛 还有一个阿生七节 阿生七是无数的意思 无数大节 就是 就是我们不要急着成佛 为什么 成佛本来就是为了度众生 成不成佛都要度众生 是不是 那你就不用急着成佛了 我们当然要尽力了 你要是着急成佛 那是颠倒了 你这个修行 成佛也是为了度众生 成佛之前是度众生 成佛之后还是度众生 那不是一样的吗 是吧 一样的 因为我们的成佛以后 也不是躲着一个地方去 不动了 我们的佛性 还要起无量神通妙用 度化 释放着六道众生 所以说我们不着急 就是知道自己当下要干什么 要有自知之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